在大马出生的熊宝宝宜姨姨和生姨今早已经平安到达中国成都 马航货运今早约7点发布现实动态报平安 除了通报梁宝安全到家 也只在飞行的途中 姨姨和生姨也在机舱内享用了飞机餐 昨天国家动物园为梁宝举办了欢送会 民众在雨中不舍送别 而照顾了熊猫九年的买棒 阿兹伦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就含泪煮肚金的饲养员 要好好疼爱吃粮宝不要打他们 他也叮咛一疑不要顽皮要听话 生姨不要玩泥巴要保持干净 一字一句充满离别的故事 对阿兹伦来说 照顾熊猫宝宝和其父母的经历 是他一生中最宝贵和最难忘的事情 目前国家动物园只剩下大熊猫 星星和亮亮 他俩的旅吃大马至今已经长达九年 而大马国家动物园目前已经被中国政府认证为 世界最好的熊猫保育中心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